无数遍跟人介绍自己 你好我是国际巨星星之来 为了给人加深印象 也挺心酸的 可能一开始 大家最早在评论之话的时候 我有点难过 因为扣各种帽子在我身上 现在有的标记完全就不是 长江图 所有的演员都丢了半条命一样 北京的冬天 河都结冰了 来着离架江水 说跳就跳 我要沉到水底三四年 然后就长了一年的洞 后来我八个月拍不了戏 因为画不了转 这是一个白续吗 和演续写在脸上的女人 我觉得特别感激这个复杂话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我的织画会有些人被洗白 经常被打打 连续写在脸上的 大家不用擦 擦拭的来着 真的是演奏惊喜 但是必须要去放掉 成功的时候可以去 要面对崭新的挑战 他们根本不会找到你 因为你现在很现实嘛 你没有迷气 你什么都没有 有一段时间 拍到最累的是 我有一段曾经想逃避 想逃离 特别厌恶的这些人 说真的 就会让我 努力重点 因为可能大众会更会看到的 就是你这一面 你再去掩盖的话 别人会觉得 你是要靠这个要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花呗的东西 不是我们主页 要去涉及的范围 然后一直被否定 特别特别辛苦 那个清晰的一场 我现在还能感觉到 那种胸口的压抑 直到去年 才因为一档节目 叫演员的诞生 被更多的人认识了 为了红花与绿叶 这种标签 我觉得 一直在我的思念里 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没有小的角色 只有大的演员 我为自己拥有一张充满欲望的脸 而感到骄傲 看着你从头无路的眼睛 也不确定自己代表了光明 在黑暗里 都不需要怜悲 在正义里 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我怀疑你 我怀疑你 熙熙攘攘的正义 却放过你 不再还手的身体 在远方里 在远方里 我必须胜过你 在对手里 你三刻进的宿地 我一直都一直想做一个好的演员 之前目标不是做国剧巨星吗 现在目标不是要做一个 做一个很好的演员 我会记得你 回答没有